邱医来了 我变美了 大家好 我是邱医师 今天邱医师要跟大家谈谈 全脂牛奶或低脂牛奶 哪一个对减肥比较好 好 其实牛奶还不止全脂低脂 还有一个叫脱脂牛奶 那么我们知道牛奶它提供什么营养给我们 牛奶里面就是有蛋白质 有钙质 还有脂肪 当然还有矿路质跟维生素 这些营养是非常丰富 非常好的营养 好 卫福部提供给大家的每日饮食指南里面 建议大家说牛奶的摄取 每天一定要摄取全脂奶粉30公克 或者低脂奶粉25公克 或者脱脂奶粉20公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全脂低脂跟脱脂 居然是全脂奶粉30公克是最多的 脱脂奶粉20公克是最低的 代表什么 代表说全脂奶粉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 因为含有脂肪比较多 所以蛋白质相对少一点 如果我们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那么你吃的是全脂奶粉的时候 它的量就要多一点 这里面也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就是说虽然全脂奶粉的脂肪含量比较多一点 但是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卫福部建议大家说少喝这些全脂奶粉 记得哦 这里面传达的讯息是这个意思的 好 那么就要说到说全脂奶粉低脂奶粉或脱脂奶粉呢 对于我们的肥胖究竟有什么影响 当然要从医学文献上来看看人家研究的结果嘛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在 2020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这是一个非常权重高的一个期刊 在这当中呢 有一篇医学论文呢 就是研究 这个喝全脂奶粉跟这个体重的关系 结果他发现什么 发现说牛奶跟体重 不管牛奶是全脂或低脂或脱脂 跟体重其实并没有相关性 在这边研究当中 甚至发现说 喝低脂奶粉的 低脂牛奶的小朋友呢 长期追踪下来 体重反而增加的比喝全脂奶粉还要多 上面是有关儿童的研究 那么成人的研究呢 其实也有类似的效果 2013年呢 欧洲营养学期刊上面 也有一篇重述论文 他分析了16篇 这个牛奶跟肥胖相关性的研究 其中发现呢 牛奶跟肥胖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 甚至有11篇发现说 喝全脂牛奶的这种成人呢 其实体重反而增加的比较快 所以今天这个结论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啊 脂肪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个营养成分 你喝全脂奶粉 虽然它脂肪含量多一点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的食物当中呢 三大营养素里面 也是要有脂肪的来源 不是说完全都不吃含脂肪的食物 你就比较不会发胖 这个观念一定要稍微修正一下 所以今天的结论是告诉大家说 不管是全脂奶粉 或者低脂奶粉 全脂牛奶或低脂牛奶 其实啊跟我们的肥放是没有很明显的相关的 真正要控制你的体重 其实你还是要把握总热量的控制 总热量的平衡 这个才是减肥最重要的一个原理 现在